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让你知道 这种的 叫做渴望 客官 起来 这个太贵重了 没关系 我们是 不用找了 谢谢客官 谢谢 二文慢用啊 来 吃吧 四方 你说 为什么我都没有嗅觉呢 你看 这么多好吃的 但是我什么味道都闻不到 就像现在 我也听不出 这街上的曲子是好听还是不好听 还有落日的颜色 吹过来的风 我什么都感受不到 我真羡慕其他人 他们什么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样的生活 一定特别地痛快和自在 客人们 日日如此 太过奇异为常 反而忘了你说的那样的痛快和自在 其实很多 感觉都是相通的 通过食物 你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天高 这是天高 你吃到嘴里 心里会觉得很满足 这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嗯 你听我真好吃 这个呢 是莲子 莲心很苦 你吃到嘴里 会觉得很难受 就好比不开心事 难过时候的心情 嗯 四方这个太苦了 太难吃了 嗯 这个呢 是金菊 有酸色之味 有些感觉 似明不明 有些话 想说又不敢说 这种尚不成熟的 苦涩心情 就像这样 四方 可是您跟我说了这么多 我都听不明白 我都听不明白 四方 你笑了耶 你笑起来好好看啊 就像我刚才吃的这个 冰镇酒酿一样 刚喝进去的时候 冰冰凉凉的 但其实呢又醉又甜人 是 四方你的笑就跟这个酒酿一样 所以四方 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以后要多笑笑 像这样这样 这样 喂 还想不想继续了 我 有些味道呢 你很想知道 它却偏偏在你眼前 就不让你知道 这种呢 叫做渴望 我 我 我可以暖落 可以承受 千年的寂寞 你陪过的梦 已经足够 我幸福很久 那是沉睡的情感深重 四方 你说了那么多 我好像 偏明白了一些 但是这样的话 我就更加不想被关闻你说 你怎么不说话啊 嗯 嗯 嗯